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云贵高原中部的昆明之北 有一片灿若红霞耀眼夺目的红土耕地 其绚烂红色调浓郁缤纷又壮阔斑斓 宛如赤色红霞壮落城间 洒落连绵山天 它是苍穹下的万花桶 壮美的大地调色盘 绵延不绝的大地之塔 这片美得震撼的红土地带就是东川红土地 红土地属于乌蒙山区 在我国齐风林立的西南腹地 平均海拔只有两千多米的乌蒙山 在高度上并不突出 神奇的是 乌蒙山在进入云南境内之后 像被施以神力一般陡然上升 在川滇交界的中川陆圈一带 形成一片海拔超过四天米的巍峨山群 当地人称之为拱王山 据说这里的山峰形如刀刃 超拔齐全 在数量和密集程度上 堪比欧洲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冠绝颠北的大山 人类对它的认知和了解 却未超过三百年 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寂静无闻的神秘状态 那么在红土广袤的云南境内 为何只在东川乌蒙山区 形成如此奇幻的自然景观呢 为解开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云南地理专家费萱 前往东川开启考察行程 东川地处云南省东北部 东川红土地位 位于东川红土地镇东南二十千米处 设置组来到红土地镇 沿途并没有见到降红如彩霞的红土地 驱车爬至山腰后 我们便看到了 前方村庄被红彩霞的红土地包围其间 越往上 红土颜色愈加变换万千 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来到红土地 东川红土地一年四季都变换着不同的美感 它的壮阔既是自然的造化 也是农人们在此世代耕作的结果 它们沿着红土高坡往下四地开垢耕田 在一些地方能看到整座高斗山坡 空满数十级层叠堤田 在红土颜色的绝妙映衬下 显露震人心部的壮阔场景 失职秋冬之交 田地里正有农民忙着收获 今年最后一道出自红土地的美食 外皮弄掉了是红色的 中间那个芯呢 一是红米 当地人习惯将马铃薯称为洋芋 而红皮洋芋是红土地里盛产的一种作物 本适合种植在一千二百米以上的高山 海拔在一千八百米至两千六百米之间的红土地 种出的洋芋经蒸土后 好似开花一般 格外酥糯香甜 因此又被称为开花洋芋 有人说 之所以能种出如此特别的洋芋 是因为这里的红土 含有特殊的矿物与微生物群落 还可以吗 我手都红了 我手都是红色的 交错在红土地里的片片绿意田地 其色深浅不一 是因为红土地的村民们在此栽种了不同的作物 有洋芋 清科 还有苦桥麦等 而大块没有绿意覆盖的红土耕田 则是或等待耕耘 或准备播种 或已经收割完毕的土地 这些不同颜色的耕地 呈现出缤纷色彩 也为这片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红土地震面积广阔 而颜色艳丽的红土耕田 却集中于起伏的山腰至高山顶部 究竟是怎样奇特的自然力量造就了东川的红土奇景 又是什么矿物浸染了如此斑斓以拟的红土地呢 一处红土崖壁下方成半球形的奇特洞穴 吸引了费老师的注意 这个洞穴的岩壁 全是由棱镀状的黑色岩石组成 与包围洞穴周边的平整岩壁 岩性明显不同 这边和那边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上面是沙岩 下面是红土地 中间就是冒出这面块玄武岩 废轩云南地矿专家 对云南省地质地矿有深入研究 走向是非常规整的 但是它也非常破碎 它的意义就说明过去这里有火山活动 有火山活动 有地下的岩浆 感觉它这个好密实 对对很细腻 很细腻 它是一个结晶体 地下它是属于花干岩的一种类型 说明过去这个环境是非常封闭的 它慢慢地结晶 结晶的过程非常缓慢 所以它的成分就非常致密 它是从下面开始往上面结晶的 所以结晶的过去就像那个 怎么说呢 就像那个白糖 我们那个吃的白糖冰糖 它是个结晶体 那么因为它其中的它那个分子结构 它不一样 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主状体 费老师解释 在距离红土地地表十余米之下 能看到如此分明的岩浆活动 说明在久远的过去 红土地地层下方存在裂隙 足以使岩浆顺缝隙上涌 但这些岩浆并未来到地面 而是在地下结晶成奇特的玄武岩柱 伴随地层抬升来到现在的高度 于是我们才能看到眼前 棱柱分明的红土地熔岩景观 那么红土地是如何形成 地下岩浆活动会是红土地形成的重要因素吗 东川最典型的红土地毛 集中在红土地镇一带 而红土地的东北边 高山横跟翻过山的另一侧 却并无这样如此明艳的红土 取而代之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中是否有解开这一片山地秘密的线索呢 于是考察队决定 翻越拱王山 从周边寻找红土地形成的原因 有人说 云南有十二条极显而风景绝美的公路 东川就有三条 由红土地向北行驶 就会遇上其中一条险决的公路 这条公路起于巡殿阳街 至于东川区英明镇 全长二百四十三千米 从东川红土地至汤丹一段尤其险要 山路缠绕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公王山中 路面一侧是百千米深的绝壁悬崖 在这条公路上行驶 既考验胆量 也能领略共王山拔地而起的奇美与高距 就在眼前这些高大山体底 还隐藏着许多久远的秘密 向导说 东川城区不远处有个吉嘎村 是昆明唯一一座布衣族村庄 多年前村里有位小伙子 曾在河边捡食到一个奇特的滚原石球 用河水把它浇湿 石球竟呈现出异样黑色 表面还附着着星星点点的黄色晶体 好似被烈火深制过的一枚黑弹 随后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村民 人们既好奇又对黑石球的来历心存疑惑 石球为何出现在拱王山的沟谷河流中 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考察队员来到奇嘎村 找到发现黑石球的布衣族小伙 奇怪的石头 捡到过几个 有的 那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可以的 在近旁地面上 我们看到几个好似人工打磨过的 弱大圆形球体 你看这个硫铁都已经生锈了 这种已经有锈剂的感觉了 叫铁胆石 没有打开 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 大度速度是以圆的为主 石起来也非常重 我们来到村中陈列馆 这里摆放了许多当地人搜集来的 形态各异的铁胆石 这个好像是宇宙里面 对一个星球的这种感觉 这两个像星球的感觉 但这一颗更神奇 这个像UFO 有的铁胆石表面 还出现了纹路奇特的黄色晶体 那么 这些形态奇异的铁胆石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向导说 铁胆石应该来自河流上游的山体两侧 于是我们速合而上 希望找到铁胆石 在贡王山中的出路地 然而并没有收获 反倒是河中河墨的一条古老铁锁条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前龙四年呢 等下来 那么上去就脱头 专家说 东川自古被称为滇南铜都 2000年前就有开采铜矿的记录 位于贡王山中的铜矿 形成时间久 形成时期长 且形成原因复杂 但研究者认为 一部分早期铜矿的形成 应该与中原古界 强烈长期的海象火山喷流沉积 密切相关 那么铁胆石的形成 是否也与沿江活动有关呢 考察队了解到 在昆明西南部的晋宁山中 有铁胆石的踪迹 于是我们往西南214千米 来到晋宁区的梅树村 爬上山岭后 一片黑色岩壁映入眼帘 是圆圆的像这一块 非常典型 你看在地层里面 好像在地上长了个蛋出来 硕大石胆 岩丝合缝插入岩壁中 如同史前生物 遗忘在地层里的巨型恐龙蛋 这是一套碳质扮演 它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的分子结构 它的化学结构 和周围不太完全一样 周围很疏松 这里很硬 主要是硅铁链 这就是严肃为主 菲老师说 这被称为地层肿瘤的铁胆石 是在古老的沉积岩里 岩石化学成分相近的物质 聚拢在一起 随着分子结构不断集中 越来越致密紧密压缩 于是形成铁胆石 东川铁胆石表面出现的闪亮黄色晶体 其实为铁的硫化物 这个铁胆石非常特别 它在外围里就集合了一层 这个黄铁矿 年代的我估计也就是五亿多年 铁胆石与古老的铜矿 都形成于没有古路之前的古海洋地方 但铁胆石是形成于 韩武纪古海洋沉积地层里的一种结合石 它的形成时间远晚于 形成于太古界的图框 在中国广袤的高原中 有片高原 以其厚层的黄土闻名天下 那就是黄土高原 根据封城说原理 黄土高原是在数百万年前 封把中亚蒙古高原 及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地表岩石粉末 搬运到黄土高原堆积形成 那么东川红土地 会是如黄土地般 在数百万年间被锋利作用诉救而成 还是如拱王山里的铜矿铁胆石般 经历了更漫长的形成过程呢 带着疑问 靠杂队从东川城区返回红土地 来到一处观察红土地的最佳制高点 眼前随山头和缓起伏的红土 搭配绿意绽放的田地 共同交织出绚丽斑斓 盛似红侠的红土景观 然而 这些红土田的颜色并非完全一致 即使是相邻的两块红土田 其土壤也会呈现出明显的红色深浅差异 这个土真的特别红了 这里就是红土地了 你看这是老乡的根地 这边全是红土地 你看它这个颜色特别深 特别红 这暗红的颜色 它的红色特别明显 主要是含铁 它就显出是红色的 这两块相比肯定这一块的含量要低于这一块 原来越是红的浓郁的土壤 氧化铁含量比例越高 但令人不解的是 红土地里大量的氧化铁从哪来 其颜色又为何如此深浅不一呢 那些土呢非常红 所以老师说 答案就隐藏在不叠成盐块的红土里 这样的岩石呢 很显然它在过气 它肯定是在海底 海底沉积 堆积在水的表面 然后后面也沉积 所以你看下面有很多泥石 很小的这些小块 小块到最后交集在一起 最后随着地桥的上升放到表面了 那么为什么它那个颜色也比较大一些呢 就因为长期的风化作用 使其中的那个铁 往下部淋漓渗透到下面去了 专家介绍 黄土多含钙 红土多含铁 黄土高原与东川红土地的土壤成因并不相同 黄土高原上的黄土 是锋利作用斑院形土 而红土是岩石经过长期风化作用后 逐渐破碎形成的风化窍 而红土颜色之所以深浅不一 还与另一种矿物元素相关 云南地处亚热带 气候高温多雨 风化窍中的甲钠钙酶等元素 容易被雨水融入带走 而铁铝之类的固活泼元素随水流渗透 大量沉淀在土壤中 当土壤中残留的氧化铁含量大于氧化铝 红色占上风 但受氧化铝影响 红中略带灰 土壤成为砖红色 加上雨水冲刷 局部地区的铁铝元素含量分布布均 就会产生深浅不一的红土颜色 于是形成了这般大气磅礴的红土地 如此经典的红土地貌 除了东川 还出现在了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湖 其中属于巴西高原的高海拔区 除了我们云南东川的红土地外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湖的地区 也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红土地 因为它的形成的年代 分子结构 它的化学成分几乎是一样的 它的地区年代是同时期的 但考察队员仍有疑惑 在红土遍布的云南 如此典型的红土地貌 为何偏偏集中于东川呢 费老师说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 顺着一条甲骨 我们来到红土地的北沿 看到一片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峰奇景 并配连绵的山脉 恰好构成一道视觉屏障 将红土地与更高的山脉分隔开来 而这里的红土地 虽然红土颜色不算明显 但相见于数千米高山上 无数层层叠叠的红土梯田 仍然令人叫绝 红土地就在深邃悬崖的包围中 如屏障般的尖峰郡岭 夹斩而止 那个是昆明的最高峰 叫雪岭 地下运动把它抬升了 抬升了它在红土地的边缘 就形成了一个高度 更高的一个高山 专家说 位于雪岭下方的红土地 并不陡峭险峻 其山地顶部反而相对平整 原来在数亿年前 这里是热带浅海 随着地壳运动 海底隆起为高原 伴随拱王山的崛起 处于高原一平面上的红土地 隆升为起伏山地 尽管风化作用强烈 但由于地势平缓 风化残坡基土层保存较好 沉淀大量铁元素 加上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 与热酮剂 铁离子充分氧化 使土壤中富含丰富的氧化铁 成为典型的红土地貌 随着人类活动的参与 这片原始的红土山地 最终改变为 快壮分明的绚丽红土梯田 当人们在欣赏着 无与伦比的红土美景 我们很难不去赞叹 这片红土地绽放着 如此令人着迷的红颜色 而它壮美的轮廓 舒展柔美的线条 交织的绿意 都有世代生存在 这片高山上的村民 来描绘整理 他们的生活 与这片红土地息息相关 而他们的辛劳 也将片片耕田 天之成为红土地的 璀璨之作 由于铁质的氧化与沉积 在东川乌蒙山区 形成了壮观的红土器官 在这儿呢 人们不仅能够欣赏到 历经亿万年时光速就的 天成之红 更会为打造这片 红土耕地的人工之力 而由衷赞叹 自然与人类默默地 在这里铺就了 一块绝美的织紧 一份和谐的红色景点 乌蒙山里的这片红色土地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形象 呈现在世人年前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